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这里就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QLC固态硬盘暴力测试 现在终于等到清算时刻了 经历了三个月的暴力血入以后 存活下来的有这一些 三星这边存活了两块 当然这两块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血入量最大的一块只写了280T左右吧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节省寿命的 因为官方宣传他们有360TBW 我预计从280T不间断写到360T 可能还需要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 满打满算也要将近半年的时间 才能写到官方宣传的寿命 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预估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他们都是已经经历过上刀山下火海的 有问题的话估计早就暴露了 姿态这边也是两个都存活了下来 目前均已写超过官方宣传的400TBW的一倍多 现在仍然可以正常读写 继续测下去的话好像也没啥意义了吧 另外我在测试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健康度他们本来在写完400T官方宣传寿命以后 是已经归零了 结果在写到800T的时候就出现了电表倒转的情况 健康度一下子又涨了回去 当然这有可能只是研发安排的彩蛋而已 估计厂商也没有想到一款入门级的硬盘会被这么折腾 实际上也并不影响整体表现 因为他们在健康度涨回去的时候 我又测试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海利是因为之前收购了英特尔的固态硬盘业务 衍生出来的子品牌最近也有了中文的名称 它的中文名叫做斯德 斯德这两块盘均写完了官方宣传的TBW 有一块写了650T就无法继续写入了 经研究发现它是锁盘了 而另一块则写到了800T 成绩算是不错了 英特尔670P因为已经停产了 固件版本就一直停留在了002C 中途我有尝试使用工具箱把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很可惜都失败了 其中一块是在我假期回来的时候就掉盘了 最后记录到的写入量是不到320T的 而另一块则是写到了880T 因为之前英特尔与斯德的这一块盘 使用的是同款制程的N38QLC颗粒 哦对了 这里还有一块被遗忘的金士顿NV2 也是使用了英特尔N38的晶元 因为金士顿最后一次的写入量 在没有记录到的情况下就暴毙了 在暴毙前一次记录到的写入量 大概是一周前的350多T 算是勉强过关吧 这几块硬盘的不同之处 只是主控方案还有固件不一样而已 由此可见在同制程的颗粒前提下 固件优化对延长寿命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因为英瑞达P3 Plus 我之前抽到的是B58R的TLC颗粒 本来我之前选英瑞达的目的只是想抽N48的QLC颗粒 来进行测试的 所以P3 Plus就当做是本次的对比参考吧 最终测试下来只存活了这一块 当前的写入量为750T 如果按平均算下来 怎么比QLC写的还少啊 当然这不包括三星 因为这是SATA接口的 人家是弱势群体 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因为硬盘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很长的GC 从而导致整体速度被拉低了 之前上集有提到过的 想看的可以自行翻阅一下 凯霞SE10存活两块 这是TLC颗粒的 它本来就是被用作对比实验的嘛 也写了900多T 跟姿态的写入量不相上下 但是凯霞可能存在健康度或低的时候 触发掉速保护的机制 因此这一个写入量也算是正常发挥吧 想看TLC暴力测试的 也可以翻看我去年的视频 请注意 以上的总结 只是我根据当前这些硬盘的状态进行的描述 可能带有一定的个人偏见 以及一些非专业的测试方式 或者是爱盘人士不愿意见到的 某些血腥暴力片段 但我在测试的过程中 已经尽可能的做到中立平等 毕竟我也是整个测试过程的旁观者嘛 这时候肯定会有网友站出来骂我了 你是不是在故意给这些QLC硬盘洗白 我相信再过六七年就会有观众网友手持PLC的颗粒来看当年QLC的评测了 感叹到啊当时的QLC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一次就当做是前章节目来看好了 这里我是以周来做单位进行计算的 之前我在视频的末尾也有每一周的统计数据 想看的也可以暂停看一下 可能有细心的网友会留意到 悉数到哪里了 在这里啊 不过很可惜 这些是在测试的过程中不幸暴毙掉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代表他们不行 我们要相信厂家 多给厂家一些信心 毕竟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这样 至于我这里嘛 大家就当娱乐节目来看好了 其实在上一次 我是对这些盘已经进行过一轮冷数据测试的 但是当时并没有完全榨干 因为之前是带电测试的 于是有部分网友说我在放水 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 我决定再来给他们做一次详细的对比实验 现在我是又找来了 跟之前一模一样的硬盘 因为最近我们这边在下雨 所以在拿到快递的时候 外包装都湿了 上面还有一些水质在这里 希望待会拆开的时候里面不要进水 要注意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是要在老化的过程中 全程保持断电的状态 因为目前也有不少的网友 把长期不用的资料 存放在大容量的固态里面 之后就找了个角落放着开始吃灰 等想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里面的学习资料早已过了保质期 说人话 做这一个测试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一下这些QLC颗粒的硬盘 在长期不同电的情况下 他们的数据保质期能有多长 当然这一些存活下来的硬盘 也不能让他们闲着 还要一起参与地狱式的考验 咱们先把外包装给他拆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要把他们全部干到无法正常读取为止 从而进行盖棺定论 因为最近的硬盘持续涨价 所以这一轮的测试下来 光是买这些料板 成本就瞬间涨了四分之一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个免费的赞 如果可以的话顺便转发一下 再好不过了 继续拆 又是一本 不用看系列 我发现英特尔跟斯德用的内包装 居然都是一样的 接着到这一块三星 也是为拆包的 不用看系列 这么厚的一本 下一个 智态 我发现这些不用看系列 智态做的是最薄的 这样就非常环保了 下一位是西数的 SN350 西数这边 好像是没有带说明书的 这个更环保 然后到这一个 英瑞达P3 Plus 还是老样子 再次请来了 凯霞S10来做对比参照 这个盘采用的是BIS-4 TL-C颗粒 OK 包装拆完了 现在请允许我 把它们的外衣给脱掉 颗粒 颗粒没有变啊 三星的螺丝 应该有一颗 在这里隐藏着的 让我摸一下 摸不到啊 直接撕开吧 在这里 因为给这些硬盘拖一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在后台进行吧 贴纸这边 我已经给它们全部撕完了 另外 我第三次购买的英瑞达 又非常幸运的 抽到了TL-C颗粒的 我看了一下 这几次的发货地 仓库都是在广州 之前有浙江跟北京的网友 说他们收到的是像 这种四颗粒焊盘的 QRC版本 虽然他们主控用的 都是同一个型号 但据说速度差距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又多出了一个参照物 说到参照 当然不能缺少 我们的三方代表作 幻影了 现在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把这些硬盘 安装到服务器上 这边我简单看了一下 硬盘确实是全新 零写入的 也没有毛病 因为这一次 接入的硬盘比较多 为了防止通道之间出现干扰 所以我这一次 把总线速度统一调整为了3.0 虽然拿TL-C去对比QL-C 多少都显得有点不公平 但这就是现实 毕竟产品也是不断迭代的嘛 我们先给它初始化一下 对了 其中一块英瑞达 因为在上一次写完测试数据以后 今天重新开机就变成了这个止毒的状态 估计是因为写抄了TBW导致硬盘锁盘了 刚才我有尝试格式化过 它是无法被格式化的 提示有写保护 现在我们把这些硬盘全部给它塞满测试数据 我们直接用工具来进行 现在数据正在进行紧张的写入中 CPU占用率已经达到100%了 因为之前为了节能 所以我这边换了一个8核的CPU 全部写满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OK多盘运动到此为止 我看了一下 这些硬盘的测试数据 都是可以正常写入并且教验通过的 除了刚才写保护的英瑞达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它标好序号了 1号跟2号这些是存活下来的 3号才是我们本次测试的重点 现在我要直接给它们上行去 首先我们给它用120度老化8.4分钟 就相当于在室温下存放了半年 现在半年过去了 数据教验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除了悉数的这一块盘 速度降到了100兆左右以外 其他的表现还算是正常吧 因为URWTEST这个软件的检测速度 最大是2000兆每秒 所以我们就拿2000兆这个数值 来作为参考基准吧 闲置半年以后 这些数据教验全部都是正常通过的 悉数可能还需要再给它一点时间 但理论上问题不大 我们现在再把这些硬盘 给它重新格式化一下 然后再写入新的测试数据 最终半年未通电测试的结果如下 我们继续来挑战一年的 差不多就是慢火烤30分钟就可以了 一年过去以后 悉数SN350已经彻底不认盘了 之前变成了止读状态的音瑞达 还有后面新买的三号盘情况也一样 另外两块经过暴力测试的斯德 还有一块英特尔也无法识别了 虽然使用了同等制程晶圆的金士顿MV2 还能勉强识别到 但是这一个分区占用会一直卡在百分百这里 已经不具备数据校验的条件了 吊盘的这几块通过短接还是可以正常进到论模式的 而这边作为对比参考的幻影 虽然分区可以正常识别到 但是里面的数据校验它是会报错的 凯霞这边也有一块出现了降速的情况 毕竟这块硬盘之前是进行过暴力测试的 晶体管出现了一点磨损导致降速 这也是正常的嘛 最后一年下来结果如下 目前阵王的硬盘一下子增加了8块 当然这里大部分是经历过上一集老化测试的 看来一年的老化测试 对于一线品牌的QRC来说并不足以致命 因为这一些一号盘跟二号盘 之前本来就是已经写完健康度的 所以产生的结果仅供参考 能出这样的成绩我个人觉得是不错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来猛一点的 直接给他测个两年半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合格的练习生 快速练习两年半只需要消耗42分钟进行模拟训练即可 目前未能撑过两年半考验的又增加了三块盘 他们分别是三号英特尔670P 再搭上一块二号的智态态六版 以及凯霞SE10 这两块二号盘他们之前都是进行过高强度锻炼的 所以我并不惊讶 咱们给他重新确认一下吧 凯霞他目前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提示了一个未出实话 咱们给他短接试一下 好的 短接可以正常进到一个两兆的工程模式 姿态这边通过转接板上机还是有一点反应的 我这个状态灯都在闪 磁盘管理也能看到这个分区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吧 任务管理器上也可以读取到 只是这个识别速度变得非常的慢 现在我又给他接上PC3000了 咱们通过电看看 硬盘型号可以正常识别到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数据访问也正常 我们往后调一下吧 中间的数据读取也正常 当然这也仅限于设备读取 随后我又采用相同的方式 把英特尔也连接上了 我们来访问一下 英特尔这边的数据访问 目前也没啥问题 而凯霞这边在PC3000上 是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 最后我的设备这边也提示识别错误了 两年半的测试下来 虽然有几块硬盘在速度方面被再次打了折扣 但是数据校验上依旧是未出现报错情况的 目前存活下来的这些硬盘 他们已经是成熟的练习生了 不如我们来狠一点的 直接挑战五年 看有多少个是可以撑过去的 思德三号盘在经历了五年测试之后 也是直接不认盘了 还有之前经历过暴力测试的 智态态600 也出现了跟二号盘一样的情况 不过好在里面的数据还是可以读到的 另外三星二号盘跟凯霞一号盘 均出现了连机不识别的问题 三星二号盘它目前是一直卡在这种长盲的状态 证明凯霞跟三星的固件是已经挂掉了 三星一号盘虽然目前还可以正常读取到 不过HD10上是出现了一个坏块警告 而且我在测试的同时服务器还在不停的发出警告声 好在三星的三号盘目前是没有出现坏块的 智态三号跟凯霞三号目前依然坚挺 只是出现了速度下降的问题 反正目前也就只剩下这四块盘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给他们格式化重写数据了 咱们直接接着上一次的五年 这次我就直接再给他们加上一年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吧 又经历了一年 三星一号盘算是彻底不识别了 三号盘这边还可以正常校验数据 但是这个速度也变成了USB2.0的 凯霞跟姿态这边虽然速度上比三星好那么一点点 但我觉得这也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些硬盘给出的质保期刚好也是五年 最终经历了5加1年的老化测试以后 结果如下 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QLC的印象 心里应该都有自己的结果了 毕竟这是大势所趋嘛 三星QLC在本次测试存活的顺序上看 完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 遗憾的是NV协议的QLC硬盘目前还没有看到 但是代价嘛就是速度太慢了 三星这次在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什么叫做小心使得万年船 斯德这一边就排名第三了 虽然跟英特670P还有金斯顿M12用的晶圆一样 但是因为有更新的固件以及主控加持 所以这一个保持时间也拉开了一点距离 OK这样前三甲就出来了 它们分别是三星质态还有斯德 我自己作为品尝QLC这只大螃蟹的同时 也是名盘观者 毕竟四个多月以来的测试结果都在这里了 为了保持它的中立性 我自己就不做进一步评论了 另外我这边也不会做任何品牌硬盘的推荐 以及进一步的指引 所以请有购买需求的这一部分网友自行斟酌 选择自己喜欢了就可以了 毕竟相似的问题 之前确实也有不少网友私信问过我的 我这一边都是统一婉拒的 那么本次QLC暴力测试就到这里 已经接近尾声了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反正都烤熟了 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顺便来看一下颗粒里面的内部构造是怎样的 之前TLC的颗粒我是拆过的 QLC还没有研究过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这里最让我感到神秘的 就是西数的SN350了 毕竟西数自家一向都是不公开 自己使用了哪些制成的颗粒 所以趁着这一个机会 让我给它验一下声 刑具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先让我整理一下桌面 现在我们把西数上面的这一颗神秘芯片 给它拆下来 所以我们拿出这个芯片读取设备 把颗粒装上去读一下它的ID 先把这一个电压调到2.4V 然后读取6位ID 让我们看看它用的是什么颗粒 45FF9D037A6C 是这一个颗粒的ID 刚才我翻看了一下数据表 虽然45FF开头一模一样的颗粒 我这边是没有找到 但是发现了一颗比较相似的 因为同制成的颗粒 最后面四位识别ID 一般都是比较接近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三位了 跟一片B15的QLC颗粒 刚好对应上了 由此推测 SM350有大概率采用的就是QLC的晶圆 其他硬盘的颗粒 我也顺手给它拆了下来 现在我们继续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颗粒的封装去除干净了 这些就是本次测试颗粒晶圆的全家福 因为三星的这个晶圆又脆又薄 在碎掉了两个颗粒以后 能打磨成这样 已经是极限了 中间紫色的这一层就是存储颗粒里面的晶圆 边缘这些是与外部主控通信的IO控制器 面积最大的这一块就是存储电子的晶体管了 各大厂商的晶圆内部照片 我在光学显微镜上随便拍了几张 有兴趣的网友 待会也可以自行暂停看一下 因为我这一边的设备比较简陋 不足之处 还请各位大佬谅解 现在我手上的这一片是长江存储512举容量的颗粒 也在显微镜下面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接下来是这一片战损橙色的西数颗粒 因为这一个颗粒的封装非常紧密的贴合在了一起 导致上层无法成功分离 所以从显微镜上看起来就是一堆碎玻璃渣子 估计用大功率的激光器直接打磨可能会好一点 虽然很遗憾就先大概看个样子吧 相反凯霞的颗粒就简单多了 我刚把这一个颗粒的后盖打开 晶圆也跟着一起下来了 以下是凯霞颗粒的晶圆图 因为斯德、金斯顿还有英特尔 他们均采用了N38制程的QLC颗粒 所以我就合并到一起讲了 从这一个占用的芯片物理面积上来看 单大容量一样的情况下 英特尔QLC芯片晶体管占用的面积 似乎比长江的还要大那么一点 最后这一片是美光的B58LTLC颗粒了 属于新鲜玩意 大家随便看一下就好了 在同等放大倍数的前提下 从物理层面上来看 QLC晶体管之间的密度 那确实是要比TLC更为密集的 虽然不同厂商的晶圆 从右眼上直接这样观察 而得出来的结论多少都有点不专业就对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在相同容量的前提下 占用的晶圆面积越小 往往也就意味着工艺越先进 上面这些QLC晶圆 都是128G每个带的 说人话就是在相同物理面积的前提下 同一片晶圆上使用QLC这种技术以后 厂商可以往晶体管里面塞入更多的效单元或者电子 毕竟固态硬盘本身就是依靠存储颗粒里面的电子 所表现出来的电位来读写数据的 用户因此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存储空间 那么本次QLC暴力测试就到这里真的接近尾声了 以后看到有新品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继续测试吧 各位下次再见 拜拜